难怪静香这么喜欢大熊 这一集告诉你答案 这小子实在是太浪漫了 那天 静香无意中提到自己很喜欢水母 现在水族馆正在现实举办水母狂欢夜活动 那其实就是把水母和彩灯结合在一起的一个展览 水母爱好者都不会错过 静香对此也非常期待 打算周末去展览完 可是他却临时得知 那天他要和家人一起去叔叔家 不能去水族馆了 而水母之夜已经是最后一天 明天错过了就没有了 看到静香这么伤心的样子 大熊当然于心不忍 于是只能去求助蓝胖子 打算现在就去海边抓水母 蓝胖子觉得根本不用这么麻烦呀 直接拿出水母观察工具箱 在家里就能看水母了 奈米机器人可以像真的水母一样生长 把小包装里的卵放水里就行 蓝胖子拿出了一包海月水母的卵洒进去 大熊看了半天也看不清楚 因为卵只有0.1毫米 肉眼是无法看见的 需要按一下那个加号的按钮 才能像显微镜一样把画面放大 看到细胞不断分裂 水母慢慢长大的样子 海月水母在长大之前 形状和名字都会发生变化 现在这样子叫做扶狼幼体 然后会进入固着幼虫阶段 再长大一点就是横裂幼体 叠状幼体 最后就能变成水母宝宝了 长成水母之后就可以养在箱子外面了 观察箱的水母都是无毒的 所以可以随便触摸 大熊抱起一个水母 感觉就像是果冻一样 水母漂浮在空中 就像是在空气中游泳 不过水母在水里并不是靠自己游动的 而是在水里随波逐流而已 蓝胖子把窗户打开 一阵风吹进来 水母们果然动了起来 就像是在跳舞一样 大熊决定要用这个道具 办一个最棒的水母狂欢夜 实现静相看水母的愿望 于是他们又放出了马赛克水母 花丽水母 先后水母 文海兹水母 中华黄金水母 大熊都被这些名字绕晕了 根本记不住啊 他面前这个蓝色的水母叫做僧帽水母 虽然很漂亮 但有剧毒 在海里看到了千万不能碰哦 然后他们又放出了世界上最大的水母 月前水母 大熊甚至可以躺在水母上睡觉 蓝胖子提醒他 别光顾着睡觉啊 水母狂欢夜还没策划好呢 大熊这才赶紧爬起来 拉好窗帘 灯光音乐都准备完毕 眼前的景象实在是太梦幻了 五光十色的水母在身边游动 静相看到绝对会喜欢他 这时静相正要跟着父母出门 大熊急忙赶来给了他一张自己手绘的水母狂欢夜门票 邀请他明天回来之后来家里一趟 静相提到自己可能回来得很晚 但大熊完全不介意 他会一直等着静相回来的 静相也收下了这张门票 和他约定好一定会去的 直到水母狂欢夜开始之前 那些放出来的水母就一直在大熊家里飘来飘去 妈妈觉得很碍事 大熊也没有办法 只能谎称这是自己的观察作业 到了晚上要睡觉了 大熊才发现竟然有水母会发光 蓝胖子说那是刮水母 他表面的鲜毛可以反射发光 大熊也觉得很漂亮 好想早点让静相看看 一觉睡醒之后 水母竟然增加了很多 但是楼下却传来了妈妈的尖叫声 他们跑下去一看 竟然发现水母们都跑进了洗衣机里 怕在衣服上不肯走 另一边爸爸也在浴室里踩到水母而滑倒了 可把他摔得够呛 爸爸妈妈都要求大熊把这些水母弄走 但大熊为了静相 只能把这些水母全部藏到了自己房间里 他在房间门口贴了静止进入的封条 妈妈让他把门打开 然而大熊和蓝胖子已经被水母淹没了 绝对不可以在这个时候开门 要是真的把水母都丢掉了 那就无法履行跟静相的约定了 妈妈还在外面疯狂推门 大熊和蓝胖子也在里面全力抵抗 就在僵持的时候 蓝胖子突然发现水母在一个个的消失 原来是道具快要失效了 时间紧迫 大熊只能把所有的水母全部放飞到天上 然后用风神扇子努力扇到各个地方 这样静相或许就能在某个地方看见了 静相这时刚刚跟父母一起下车 也在飞速朝着大熊家赶去 就在他跑上天桥的时候 突然发现天空中竟然飘满了各种各样的水母 这一幕实在是太浪漫了 感动得让人想哭啊 大熊最终还是履行了他和静相的约定 送了他最美好的水母之夜 在这种时候的大熊也太靠谱了 难怪静相最后会选择和他共度余生 这个道具简直就是打广告神器啊 他能够控制镜子里显示的东西 还能搞直播带火 那天妈妈正在对着镜子护服 镜子里突然出现了一只幽灵 把他和大熊吓得满无乱窜 然而这不过是蓝胖子的道具在做怪而已 他对着镜子举起一张幽灵的图 那么其他人就也能通过镜子看见了 妈妈当然非常生气 给了蓝胖子一个爆锤 不过蓝胖子也冤枉啊 他刚才只是在做实验而已 真不是故意吓人的 这次的道具叫做远照镜 这个道具可以将映照在这里的画面 投射到其他的镜面中 投射的范围可以随意调节 从家里到整个小镇都可以 调成自动模式的话 就可以只在别人照镜子的时候投出画面 还可以循环播放某个画面 不过蓝胖子觉得这个功能完全没什么用 只能用来吓唬人 既然这么废物 那不如砸掉吧 就在他掏出锤子的那一刻 大熊赶紧拦住 慢着慢着 他会想到用处的 经过他不断的苦思冥想 总算从电视广告里吸取了灵感 他们可以用镜子来打广告啊 整个镇上的镜子都被他们承包了 承接各种广告业务 物美价优 速来联系 大熊觉得每15秒的广告卖100月元的话 一个小时那就是24000块 他真是要发财了呀 第二天大熊系上领带就出去招租了 然而各大店家都不相信他的话 不愿意找一个小孩子来打广告 大熊问了一圈都没办法 蓝胖子觉得大家的思想都太古板了 那就只能先宣传一下他们广告公司本身了 比如可以试着给某家店免费打广告 让大家看看效果 于是大熊和蓝胖子走了很多家店 发现他们都生意火爆 根本不需要广告 最后他们在小巷子里找到了一家 开在垃圾桶旁边的日式点心店 这家店看起来破旧不堪 感觉马上就要倒闭了 但其实老板很注意店内卫生 店里一点灰都没有 点心也很好吃 都是因为对面建了繁华的商业街 他的客流量才减少的 老板也想过要翻新店面 可是没有钱也是白搭 蓝胖子和大熊决定帮帮他家 在全镇范围内播放广告 倒计事过后 全镇所有的镜子里都出现了蓝胖子和大熊的脸 还有他们魔性的广告词 在刷瓜胡子的人都被吓得摔倒了 路边散步的小夫和胖胡也吓得当场昏迷 广告不光出现在普通镜子里 还在地上的小水坑里 甚至是牙医的工具上 以及司机的前挡风玻璃上 所有人都没法正常使用镜子了 他们的广告简直就是精神污染 所以这么一通广告打完 根本没人来店里买东西 反而更加讨厌这家店了 大家都在讨论 这家店擅自出现在镜子里 他们绝对不要买 胖胡和小夫也被镜子吓到了 想要暴打大熊出气 大熊只能转头逃跑 半路上遇到了镜香 他本想问镜香看到广告了没有 可是镜香看到的广告是在地上的水坑里 裙底都要暴露了 他只觉得大熊是个大色鬼 再也不想跟他玩了 老板得知此事 当然是怪罪起了大熊和蓝胖子 他俩非要来做广告 结果把客人都气跑了 蓝胖子和大熊也很委屈 只能抱头痛哭大喊对不起 老板也觉得自己刚才话说得太重了 不该怪罪孩子 其实他本身就打算就此关店歇业的 所以不介意的话 这些点心就全都给大熊和蓝胖子吃了 于是他端了一大盘点心给两人吃 大熊和蓝胖子也吃得津津有味 现在他们的道具并没有关掉 所以全镇的人都看到了他们的赤膊 由于他们俩吃得实在是太香了 脸上的表情满满都是幸福感 突然就勾起了大家的食欲 想要亲自去尝一尝这个点心有多好吃 这下所有人都不反感广告了 反而觉得这点心看起来确实美味 这简直就是直播带货呀 所有人都跑来这家店买点心 大熊和蓝胖子都招呼不过来了 他们俩到现在也没想通 客人为什么突然就变多了 这大概就是无心在溜溜成瘾吧 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好吃的点心也总是会受欢迎的了 这一集的剧情也太紧跟潮流了吧 本集猫咪浓度过高 大熊成了猫猫队长 可以命令猫咪帮忙做任何事 这个逗猫棒太神奇了 大熊放学回家之后 总觉得自己很忙 要吃零食 要看漫画 妈妈又要他去跑腿买东西 爸爸竟然也让他去做按摩 他自己也是有很多事情要做的呀 要想翻花绳的新玩法 要去镜香家玩 这么一来 午觉时间都被压缩到两小时了 蓝胖子却觉得 你午睡少睡点不就行了吗 今天我可顾不上管你 等一下我要去跟小咪约会了 然后他就掏出了总有办法猫爪 把这个铃铛对着猫咪摇晃 就会传出特别的声波 猫咪的脑子接收到刺激 就会跑来给你帮忙了 四十五入 这就是个猫咪召唤器啊 这时窗口刚好路过了一只猫咪 大熊对他实验了一下 命令他去给爸爸揉腰 猫咪竟然真的进了个礼表是明白 然后就去给爸爸采背了 他甚至还能使出猫猫铁沙掌 成功获得了爸爸的好评 大熊拿了一块小鱼杆 感谢猫咪的帮助 接下来又想命令他去帮妈妈跑腿 可是这下道具却不生效了 因为同一只猫咪只能使唤一次 猫咪也是会累的嘛 于是大熊又出门找了另一只猫 这下道具终于生效了 大熊把要买的东西写在纸条上 让小猫叼着纸条出发了 不久后 小猫果然叼着一袋子菜回来了 但是买的那条鱼已经被他在半路上吃掉了 大熊这才明白 猫咪不适合跑腿 那就要找适合他们做的事情了 他走到公园 突然看到有个小孩在哭 仔细一问才知道 原来是他的飞机挂在树上了 这种事情可太适合猫咪来做了 大熊赶紧在附近寻找猫猫 然后用逗猫棒命令他上树去拿飞机 猫咪飞速窜上树 来到树岔上 用爪子把飞机给拨了下来 小男孩总算不哭了 大熊也给这只梨花猫奖励了一块小鱼杆 掌握诀窍之后 大熊赶紧跑到静香家里 想要帮他解决烦恼 静香的节拍器坏掉了 练钢琴很不方便 大熊赶紧跑出门去找来一只猫咪帮忙 这下猫咪来回晃动的尾巴就可以帮他打劫拍了 简直太可爱了 之后大熊又走在路上 想要再找点事情做 他这么嚣张 胖虎当然看不顺眼了 他今天心情超级烦躁 正要暴打大熊一顿出出气呢 大熊吓得大喊救命 拿起动猫棒疯狂挥舞 这下竟然把附近的猫咪全都召唤来了 三只超胸的猫咪围住胖虎 把胖虎打得屁滚尿流 这世上还是好猫多呀 大熊也算是被猫咪救了一命 于是也给了他们小鱼竿奖励 这时小夫刚好路过 看到这一幕 随口提到 既然大熊你这么喜欢猫 那就来看看我家的猫吧 小夫家里养的两只猫 长得都跟他和他妈妈一模一样 两只猫在玩猫线球 小夫把这一幕录了下来 想要把视频投稿到很火的 猫咪百态节目组 大熊一听 这个我也能拍呀 小夫却嘲讽他说 如果猫咪不够信任你 是拍不好视频的 大熊才不担心这些 他有作弊神器啊 于是大熊带上录音机和摄像机 来到了附近猫猫最多的神社 他站在神社中央 疯狂挥动动猫棒 这下竟然把整个小镇的猫咪全都招来了 就连小夫家的猫 以及蓝胖子的女朋友小咪也不例外 猫咪们成群结队 都来到神社集合 蓝胖子和小夫赶来的时候 都被这猫山猫海震惊了 猫咪跟随音乐跳着魔性舞蹈 大熊就在前面胡乱指挥 一支跳舞视频很快就拍好了 小夫太羡慕大熊这种猫不合体质了 蓝胖子却气得要命 夺气之仇不共带天 好好的一场约会都泡汤了 大熊答应要买铜锣烧给蓝胖子赔罪 可是到了店里他才发现钱包不见了 他疯狂摇晃动猫棒 想找猫咪来帮他找钱包 但是附近所有的猫咪都被他使唤过了 现在已经没有猫会听他的话了 大熊心存绝望 竟然把主意打到了蓝胖子身上 你也是猫 应该也能帮忙吧 大熊有点担心这辆车不好 蓝胖子却表示自动操作装置比你自己开车都方便 很快这辆冷藏车就回来了 这辆车还挺遵守交通规则的 居然会倒车入库 不光把冰淇淋买回来了 甚至带回了找的零钱和小票 也没有忘记要小勺子 简直太贴心了 大熊和蓝胖子吃得超级开心 冰淇淋完全没有融化 下次还要这么买 而这个车库里还有各种各样的迷你车 功能也各不相同 这时妈妈又让大熊帮忙跑腿送行 蓝胖子赶紧召唤出了游地车 把信封放进车里 再跟他说去油桶就可以了 爸爸刚好从外面回来 被车撞到不小心摔了一跤 救护车竟然也马上开了过来 那里面有药可以涂 真是太实用了 之后蓝胖子和大熊又到了公园里 发挥出了这个道具更多的用处 有气球挂在树上 就可以用吊车把气球给勾下来 胖虎也急忙来找大熊帮忙 他骑自行车送回来的时候 撞坏了门口的花盆 要是被老妈知道的话 他就完蛋了 没想到 蓝胖子竟然召唤出了混凝土搅拌车 这下就可以现场施工把花盆补好了 胖虎松了一口气 这下肯定不会被发现了 然而话音还没落 就被妈妈听见了 妈妈发现他又把花盆撞坏了 还是把他教训了一顿 大熊回到家里 发现爸爸无精打采地趴在地上 因为他考驾照又没过 现在正是自暴自弃的时候 他真的很想带一家人一起出门兜风啊 其实这个愿望也很好实现 只要交给道具就好了 全新模拟A2驾驶 让你全方位感受开车的乐趣 爸爸只需要坐在家里 就能远程操控那辆迷你车了 这样又安全又方便 建议在所有驾校推广使用 爸爸就算是坐在模拟器里 也还是超级紧张 系个安全带都手抖 他深呼吸了好几次之后 总算鼓起勇气 瞪大了双眼 打算正式开始驾驶 好了 现在观察路况 前后左右都没有问题 那就启动发动机 向右打转向灯 松开手刹 再次确认周围安全 一脚踩下油门 出发 然而爸爸这才刚出发 就遇到了问题 他居然一头冲下了楼梯 整个车身都超级颠簸 坐在后座的蓝胖子和大熊 也要被颠吐了 迷你小车在半空中飞了起来 然后一头栽进了下水道里 还好他们现在不是真的坐在车上 不然都要有生命危险了呀 蓝胖子让爸爸放宽心 迷你车都很结实的 经得住折腾 咱们继续开 不久之后 爸爸总算是开上手了 但是迎面走来一条狗 爸爸想要避开 却又一下没有控制好方向 在路上开出了蛇皮走位 一番惊险过后总算是没有撞到人 不过却把路过的镜香给惊呆了 爸爸想要带大熊和蓝胖子 去郊外兜风 然后竟然把这辆迷你小车 开上了大马路 他们开上了高速公路之后 发现这条路也太多了 普通车根本走不动 但是迷你车完全不受影响 可以从各种缝隙和车底下钻过去 小夫和家人也被堵在了路上 现在就算是敞篷豪车也不好使了 还得是迷你车开着舒服啊 到达郊外之后 大熊感觉呼吸的空气都变清新了 爸爸把车停在了小河边 蓝胖子给大家系上了追踪带 只要按下按钮 就可以被传送到小车所在的地方了 这一次连任意门都可以下岗了 大熊正准备在河滩玩个进行 却发现四周全是垃圾 蓝胖子急忙放出了推土机和挖土机 开始了现场施工 没过多久就把这些垃圾收拾干净了 这个迷你车套装确实很实用啊 看得我都想要拥有一份了 只不过谁还记得 这个家里还有一个妈妈呀 你们兜风怎么不带他一起啊 那天 胖虎又在欺负大熊 那件事明明就是胖虎不对 但他就是强词夺理 逼迫大熊在所有人面前把话说清楚 大熊一看到他那张凶神恶煞的脸 瞬间怂了 只能乖乖认错 胖虎却让他下跪道歉 大熊也只能照做 这实在是太过分了 是坚定地站在大熊这一边的 他觉得大熊不该对胖虎为命是从 要是觉得自己是对的 那就要坚持到底啊 这对大熊来说实在是太难了 他怎么敢反抗胖虎啊 万一说错话了就是挨打 他又打不过 于是大熊只能回家找蓝胖子哭诉 蓝胖子只能长叹一口气 反正只要胖虎在大家面前给你道歉就可以了吧 这还是很好做到的 蓝胖子让大熊在空地坐下 然后取出了今日份的道具开始做法 紫色的烟雾慢慢飘了出来 把大熊呛得要命 他打出一个打喷嚏 竟然从鼻孔喷出了一缕魂魄 然后他就这样灵魂出窍了 蓝胖子让他飞进胖虎的鼻孔里 这样就能把胖虎附身 控制胖虎的身体了 也就是说 现在他们要去占领胖虎 此时胖虎正在家里睡觉 大熊觉得这是个大好机会 一头钻进了他的鼻孔里 大熊就这样钻进了胖虎的大脑 竟然发现因为他平时不动脑 脑子里都结蜘蛛网了 大熊找到了胖虎正在沉睡的灵魂 然后趁机控制了胖虎的身体 他赶紧跑出家门 胖虎妈问他要去干嘛 他也不回答 反正之后挨骂的是之后真正的胖虎 他只需要控制一小会儿就好了 他操纵胖虎的身体 把小伙伴们一个个叫到空地集合 他竟然问小夫 我看起来像一只大猩猩吧 大家都是想笑又不敢笑 然而大熊还在疯狂做鬼脸 他们实在是憋不住啊 大熊竟然交代小夫等人 以后每次见到他都要做鬼脸 这下可算是给大家挖坑了 然后他又去找了小胖 小胖以为他是要在空地开演唱会 急忙装病拒绝 大熊非常理解他的心情 竟然用胖虎的身体说 以后不想听吵闹又难听的歌 直接跟我说就行 然后大熊去找了镜香 他把大家全都聚集在空地 就是为了做一件有趣的事情 其实就是想让大家见证胖虎 对大熊道歉了 现在大熊的本体 还是灵魂出窍的状态 坐在原地一动不动 大家都以为他傻了 大熊却用胖虎的身体大喊 你们都不许说大熊的坏话 然后他就用胖虎的身份 在大熊面前原地跪下 竟然哭着请求大熊大人的原谅 大家都被这一幕惊呆了 哪里想到面前的这个胖虎 根本不是本人操控的 大熊觉得足够解气了 于是就从胖虎的鼻孔里钻出来 回到了自己原本的身体里 趁着胖虎的灵魂还在沉睡 大熊赶紧笑着表示 我大人有大量 不跟胖虎一般计较 这时 胖虎的本体终于苏醒了 他从地上爬起来 不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事情 没想到 这么一来 大家竟然都对胖虎大大改观 小夫觉得胖虎意外的很坦率 镜香也觉得他知错能改很不错 这么一来 大家反而不关注大熊了 都在夸奖胖虎 胖虎一连猛圈 他好不容易把胖虎给附身了 可不是为了得到这个结果的呀 多拉美和胖虎妹妹竟然谈恋爱了 胖虎和蓝胖子都要疾风了 那天大熊在家里看漫画 蓝胖子却显得很不安 一直很在乎书桌的抽屉 那是因为多拉美很快就要来了 他来了之后马上就要出门 蓝胖子问他要去哪 他也不说 最近多拉美每天都来这边 但是每次都神神秘秘的 蓝胖子觉得他被地里 瞒着自己在做什么事情 于是打算追上去看看 与此同时 胖虎在家里也很苦恼 因为他的妹妹小猪 每天也是神神秘秘的 不知道跑哪里去了 小猪出门之后 胖虎这个做哥哥的也不放心 于是也跟上去查看 没想到 两个妹妹最后竟然到了小夫家里 蓝胖子趴在落地窗外仔细一看 多拉美竟然在和小季哥哥聊天 小猪则是和小夫有说有笑 胖虎看到这一幕都要气疯了 小季哥哥也不知道跟多拉美聊了什么 两人竟然聊得那么开心 脸都红了 愤怒的两位哥哥马上找到大熊和静香商讨此事 为什么他俩去小夫家的事情要保密呢 静香猜到可能是有什么难言之意 难道说他俩喜欢小夫和小季哥哥 大熊在一旁拱火说 如果他们之间不是互相喜欢的话 那就不会刻意瞒着大家私下见面了呀 蓝胖子和胖虎听到这话都是当场崩溃 他们可不能接受自家的白猜被别人拱了 这件事对蓝胖子的打击太大了 回家的路上他还在碎碎面 妹妹喜欢上某个人 这件事他接受不了 大熊劝他肯定是有误会 蓝胖子正要相信这话 多拉美的笑声却传了过来 两人从大桥上往下看 竟然看见多拉美坐在小季哥哥的敞篷车上 还被他开车送回了家 两人分开时甚至约好要明天见 这下就更完蛋了 蓝胖子赶紧追上去问妹妹 为什么和小季哥哥一起回来 多拉美却还是要保密 另一边胖虎也趴在门外偷听妹妹说话 小猪竟然说 这甜蜜又酸涩的心情 难道就是恋爱吗 胖虎正要生气 就被开门冲出来的小猪一下拍扁 第二天 多拉美又出门了 蓝胖子赶紧用竹蜻蜓跟上 小猪也再次出门 胖虎依旧鬼鬼祟祟的跟在他身后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他们俩依旧来到了小傅家 追来的蓝胖子和胖虎撞了个阵阵 虽然两人都不肯承认 但是他们的想法都是一样的 作为哥哥不可能不在意妹妹的事情 于是两人结成了哥哥联盟 蓝胖子拿出透明斗篷 找来大熊帮忙去打探情况 大熊也不明白 你俩这么在意 为什么不自己去呢 胖虎却嫌大熊问的太多了 赶紧快去快回 不然有你好果子吃 大熊没有办法 只能被迫潜入小傅家里 他悄悄从大门走了进去 却不知道他们在哪个房间 只能走到了二楼去找 大熊觉得这两个哥哥想太多了 如果是真的是喜欢 也没什么不好的吧 某个房间里传来的小傅等人的欢笑声 大熊赶紧来到门口偷听 小傅竟然在说情话 阿你的眼眸是多么美丽动人 仿佛让我沦陷于此了一般 而小猪也接话说 讨厌 人家害羞了 小吉哥哥问他们相信命运吗 多拉美说他相信 这就是他们两人的命运 之后他们说的话就更肉麻了 为何我时至今日才发觉你的魅力所在呢 我注意到了 你是很有魅力的一个人 我从我们相遇的那一刻起 就知道你是我命中注定的那个人 我们之间一定是有命运的红线相连的吧 大熊在门外听得都面红耳士 这也说得太露骨了 他们果然是在谈恋爱吧 然而胖虎和蓝胖子却不肯相信这个事实 一拳把大熊打翻 觉得他在说谎 大熊也委屈得很 你们不相信就亲眼去看看吗 于是蓝胖子和胖虎还是决定要亲自行动了 三人来到那个房间门口 胖虎正准备直接闯进去 突然听到小猪在抱怨 小夫你真是的 小夫竟然说自己要再来一次 胖虎更加生气 可是他却收回了要开门的手 他认真考虑了一下 如果妹妹是真心喜欢对方的话 他作为哥哥应该支持他们啊 他们听到房间里传出来的欢声笑容 知道妹妹很开心就足够了 作为哥哥 就应该在妹妹身后默默守护他们 可就在这时 多拉美却大喊了一声 我们的感情已经结束了吗 小吉哥哥竟然也说 对啊 我们就此分别吧 蓝胖子瞬间气炸了 居然有渣男赶甩了他妹妹 他们这下彻底忍不下去了 直接踹开门闯了进去 然后把小夫和小吉哥哥全部抱打一顿 只有大熊看到了掉在地上的剧本 原来他们是在给动画配音啊 大家正在打算把小猪画的漫画制作成动画片 所以多拉美才会拿出动画制作机来帮忙 刚才那些暧昧的话全都只是台词而已 他们本想等到大公告成再告诉大家的 结果配音还没完成就被打断了 动画制作机也坏掉了 蓝胖子只能拿出时光包袱品 打算把道具修好 帮他们把动画做完 然而 胖虎和蓝胖子夹着嗓子配的音实在是太难听了 大家根本就听不下去啊 那天 大熊又趴在家里看漫画 突然有人给他打电话来 一阵震耳欲聋的怒吼就炸裂了他的耳膜 原来是胖虎啊 两人早就约好要见面 大熊却忘记了 难怪胖虎这么生气 大熊出门之后 走到路口 突然就犹豫了 走左边会近一点吗 还是走右边会快一点 真是难以抉择呀 此时胖虎已经在公园里等得不耐烦了 大熊哼着小曲姗姗来迟 胖虎更加生气 你怎么完全不着急啊 知道为什么叫你来吗 这次运动会的两人三足项目 胖虎非常不幸地抽到了跟大熊一笔 胖虎是真的很想赢 所以大熊绝对不可以拖后腿 两人把绳子绑好 倒数三二一 同时迈右侧的脚 然后两人就因为毫无默契 摔了个屁股蹲 第二次尝试总算跑起来了 但是大熊根本跟不上胖虎的节奏 还没跑几步就又摔倒了 只能被胖虎拖着走 这下怎么赢吗 更可气的是 这时出木山和小夫竟然也在练习 两人配合得非常默契 从他们面前跑过 简直就是天差地别啊 胖虎一看就更生气了 要不然运动会那天大熊你就请假吧 这样我就能换组了 但是大熊也不想请假呀 于是只能回家找蓝胖子哭诉 他如果出现在运动会 胖虎就会揍他了 蓝胖子抓住了重点 总之你只需要跑快点就行了吧 于是他拿出了人力机车套组 蒸汽机车是利用烧煤炭产生的热让水沸腾 再利用水沸腾产生的蒸汽力量驱动车轮 简单来说就是 只要用了这个道具 人类也能像蒸汽机车那样跑起来 蓝胖子给大熊带上烟囱 然后再让他吃下煤块 再喝点水 大熊瞬间感觉力量正在源源不断地涌上来 他连坐都坐不住了 浑身都充满了力量 妈妈刚好又让他跑腿 他拿起菜篮子就准备出发了 脑袋上发出了火车头的声音 一溜烟地冲出了门 他一眨眼间就到了店里 买好东西后又火速赶回了家 那速度真是比火车头还要快 不过煤炭是会烧完的 他需要及时补充燃料才能够保持状态 蓝胖子正要交代他几句 大熊却顾不上厅 直接跑去找胖虎了 胖虎原本不相信他变强了 但是大熊一生气 脑袋上就疯狂冒争气 这下胖虎都无奈了 我跟你练还不行吗 两人重新来到公园练习 这一次大熊不但能够跟上胖虎的脚步 甚至能越跑越快 大熊为了不输给胖虎 竟然一口气把那一大袋梅块全部吃了 这下他的速度又冲上了新高度 胖虎觉得他有点太快了 但大熊依旧在加速 竟然拖着胖虎狂奔起来 小伙伴们看到他们从远处飞速靠近 身后全都是滚滚浓烟 镜香就站在终点等他们 胖虎也让大熊快停下 但是到了现在大熊才发现 他停不下来了 大熊这一辆人力机车竟然没有刹车 于是只能一头朝着障碍物上撞了过去 蓝胖子急忙闻声赶来 他刚才就是想要提醒大熊 一旦用量过大就停不下来了 可惜大熊从来都不停啊 他只能找到停下来的方法 一路上把所有人和车辆都全部撞飞 前面有挖掘机正在施工 他这要是撞上去就完蛋了 蓝胖子急忙降落在挖掘机前面 想要用道具把他停下来 可是掏了半天他也没找到有用的道具 最后只能随手掏出任意门 把大熊传送到了能开火车的地方去 这下大熊真的成了在铁轨上行驶的蒸汽火车 速度竟然也没有比蒸火车慢多少 蓝胖子问他到底吃了多少煤块 动力也太足了 得知他全都吃了 拉住大熊的手 可是两人总是错开 尝试了好多次都没能成功 而胖虎已经彻底成了大熊的腿部挂肩 被淹没在了一大片蒸汽里 这时蓝胖子突然看到 前面的桥竟然没有修好 大熊要是冲过去的话 就要掉下悬崖了 为了拯救大熊 蓝胖子又只能站在了悬崖边 就在危机关头 他掏出了一块牌子 竟然真的让大熊停了下来 而牌子上写的是终点站 这就是大熊作为一辆火车 看到站牌就停车的本能 此后胖虎再也不说自己要练习了 这次运动会要请假的人是他才对 这个麦克风太厉害了 竟然能够吹出花式彩虹屁 不论是谁都会被他鼓舞 那天 大熊又和胖虎在空地玩橡皮大战 只要把对方的橡皮打下桌子就算赢了 小夫在一旁激情澎湃地解说 大熊的橡皮比胖虎的小那么多 一看就肯定打不过 而且胖虎那一块高级橡皮 还是从小夫那里抢来的 只见胖虎猛地发力 一下就把大熊的橡皮打飞了 小夫赶紧冲上去拍马屁 大熊却觉得非常屈辱 于是他又要回家找蓝胖子哭诉了 你能不能拿出一块绝对不会输的橡皮擦呀 蓝胖子却提醒他 橡皮擦是用来擦东西的 不是用来战斗的 此时妈妈走了过来 质问大熊的作业写完了没有 那当然是没做的了 大熊被妈妈吓得汗流加倍 还好妈妈没有多说就出去了 蓝胖子提醒他 这不是妈妈没有生气 而是因为觉得你太不听话已经无语了 大熊没有办法只能打开了作业 但是他一道题都不会写 马上就要放弃了 蓝胖子只好拿出了今日道具 热血应援麦克风 只要跟这个道具说 去应援大熊帮他完成作业吧 他就会疯狂给大熊加油 花是夸奖大熊的优点 简直就是彩虹屁制造机 大熊也被夸得浑身充满干净 竟然真的认真开始写起了作业 虽然写出来的答案全是错的 但是他真的很努力 不知不觉 一份作业就写完了 应援麦克风的脑袋瞬间打开 竟然还会给他播放掌声和霓虹灯光 情绪价值直接拉满 一个人就顶得上一整个夸夸团 大熊写完了作业之后也超有成就感 麦克风让他发表一下完成作业后的感想 大熊来了一番获奖感言 不知道的还以为他得了诺贝尔奖吗 等到大熊反应过来的时候 他已经完全被这个麦克风忽悠上钩了 这个麦克风的应援就是可以使人情绪高傲 从而让你比平时更卖领 大熊飞速跑到了胖虎面前 热血应援麦克风也马上表示 大熊你现在要面对的是前所未有的困难 你一定可以打破这堵困难之墙 大熊信心满满 重新拿出了一块橡皮 要和胖虎决一胜负 两人重新摆好了战场 一场决赛一触即发 小福负责给胖虎加油 这个麦克风则是大熊的后援队 他夸奖大熊的指尖闪闪发光 像钢铁一样坚硬 一定可以打败胖虎邪恶的橡皮 比赛开始之后 胖虎用尽全力一打 结果却把橡皮打到了桌边 差一点就要掉了 大熊赶紧抓紧机会 把力量都集中在指尖 这下他竟然真的把胖虎的大橡皮给打掉了 大熊终于赢了一次啊 太不容易了 然后应援麦克风又给他开了个脑内庆祝会 胖虎越看越不爽 你居然敢赢我 真是活得不耐烦了 大熊本以为自己有麦克风就天下无敌了 但是小福此时竟然抢过了麦克风 把他据为己有 于是大熊还是被胖虎一拳打晕了 胖虎也抢过话筒 要求他为自己应援 麦克风也疯狂夸奖胖虎有多厉害 高兴的胖虎就连走路都要走马路中间 主打的就是一个嚣张 小福想要借用这个麦克风 却被胖虎无情拒绝 麦克风到了胖虎手里 简直就是助纣为虐 无论胖虎多过分 他都昧着良心夸 于是胖虎一下是要强行霸占小福的全套漫画 一下又是霸占其他人的游戏机 大家的临时玩具全都成了他的 应援话筒却依然在给胖虎鼓励 胖虎又打算练习演唱会上要唱的曲子 要求麦克风给自己应援 然而他一开口 简直惊天地气鬼神 唱得高兴了 他直接抓起麦克风当作话筒 竟然把应援麦克风都给唱报废了 麦克风报废之后 总算是说了真话 胖虎的歌声就是世界上最差的 简直就跟喊破嗓子的青蛙一样 仿佛要把全世界的人都拉进地狱 胖虎被气得要命 正要把麦克风大卸八块 可是这事 胖虎的妈妈竟然出现了 他早就说过 不准胖虎唱歌会打扰邻居 但是胖虎还是不听话 胖虎被妈妈狠狠叫训 只能扔掉了麦克风 路过的大熊妈妈刚好捡到了 而此时麦克风又恢复了正常 于是这下妈妈在骂大熊的时候都更有干劲 大熊真是有苦不能言啊 妈妈别骂了 胖虎竟然当上兽医了 落到他手上的小动物可算是完蛋了 那天胖虎兴冲冲地去喂狗 却发现小狗无精打采的 看着像是病了 胖虎紧张地要命 只能把狗狗送去了医院 幸好兽医足够给力 很快就给狗狗治好了 从此之后 成为一名兽医就成了胖虎的必胜梦想 他也想要救助需要帮助的动物们呀 然而胖虎一旦有了梦想 小伙伴们就遭殃了 大家全都要来帮他寻找生病或者受伤的动物 大熊和小夫瞬间笑不出来了 这要到哪里去找 小夫才不敢随便把自家的小猫带去给胖虎治 指不定他会做出什么事情来的 可不能冒这个险 可是要是什么都不带去的话 被绑上手术台的就可能是他俩了 光是想想就恐怖啊 回家之后大熊还是闷闷不乐 看到蓝胖子他突然就有了灵感 蓝胖子也是猫啊 那就把他带去给胖虎治疗吧 于是蓝胖子就这么莫名其妙地趴在了诊疗台上 胖虎拿出锤子和锯子笑得一脸阴森 把他吓得只想当场逃跑 一阵反抗过后 蓝胖子这才明白原来胖虎是想当兽医 不是想把他大协八块 胖虎一脸认真的说 自己想要救助全世界的动物 蓝胖子看他难得认真一次 于是拿出了医生手提箱和动物鱼耳机 手提箱里的东西能够治好任何疾病和伤口 这个耳机可以听到动物的心声 简直就是兽医的神级装备啊 此时小夫家的猫正好逃出了门 小夫追着他一路跑出来 然后就撞上了出门寻找目标的胖虎 小夫和猫咪都吓得发抖 但是现在胖虎已经不是原来的胖虎了 看到猫咪一直在发抖 胖虎急忙让大熊戴上耳机 听听他想说什么 猫咪表示感觉自己现在要昏过去了 胖虎赶紧让蓝胖子准备手术 这下算是彻底把猫咪给吓晕了 小夫也是一不小心就说了实话 猫咪现在肯定很害怕吧 那个鹰吃大猩猩要给你做手术 肯定是一顿乱来 你可一定要挺住啊 胖虎把小夫抱打一顿 小猫也重新醒了过来 感觉自己棒棒的 然而 现在更需要医生的人明明是小夫吧 之后胖虎又到了静香家 想要给他家的鹦鹉小皮看看病 这下就连静香都被吓得学会说谎了 正准备说小皮刚才逃出去了 结果小皮就这么水淋淋地飞了出来 胖虎又是一开口就要给小皮做手术 但是大熊突然大喊 他在外面听见有动物在呼救 急忙把胖虎给骗了出去 这才算是救了小皮一条命 为了忽悠胖虎 大熊只能随手指了路边的一只黑猫 说是他在喊救命 黑猫现在的烦恼就是 希望这扇窗户再打开一点 胖虎立马做出了诊断 那就是让大熊趴下当椅子 蓝胖子踩上去帮黑猫把窗户打开 结果小猫一下就跳进人家厨房 抢走了他们家做饭用的鱼 大熊和蓝胖子也算是好心办坏事了呀 然后他们又到了一个男同学家里 他家的宠物竟然是一条蛇 蛇被放在冰箱里 生命体征正在急速下降 大熊竟然用毯子把它裹起来 又用火炉帮它提升体温 不久后 这条蛇竟然真的活了过来 男同学也很感谢胖虎等人的帮助 之后胖虎更是做起了专业手术 一边忙活还要大熊在一旁给它擦汗 架势摆得很专业 但其实就是给乌龟刷壳而已 一番忙碌过后 乌龟也被刷得闪闪发光 不过他们每次去帮助动物 都是大熊和蓝胖子在做事 胖虎只负责下命令 顺便记住了治疗过的每一个动物的名字 突然间他们面前出现了一只老鼠 蓝胖子瞬间花容失色被吓晕过去 胖虎赶紧让大熊去确认 蓝胖子这只狸猫的生命体征 蓝胖子直接被气醒了 你说谁是狸猫 胖虎当兽医竟然当上瘾了 大熊和蓝胖子却累得够呛 后悔把道具借给了他 回家路上 他们突然听见胖虎家传来了求救声 原来又是他家的狗狗出问题了 蓝胖子正要拿出手提箱给他治病 胖虎却看出狗狗并不是需要治疗 而是需要有人带他出去玩 他只是因为被胖虎丢在一旁 所以感到寂寞了 只要胖虎陪他玩 他立马就精神焕发了 到了新的一天 胖虎突然就放弃了他当兽医的梦想 因为比起治病 他更想用歌声来治愈动物们 哎 其实这才是在谋杀动物吧 镜香竟然成为了魔法少女 骑着扫把到处帮助他人 实在是太可爱了呀 镜香很喜欢幻想自己是童话里的小魔女 那天他又拿着扫把在家门口自言自语 结果却被大雄看到了 镜香瞬间害羞 感觉小秘密都暴露了 他警告大雄绝对不可以告诉任何人 也不可以嘲笑自己幼稚 大雄当然是一口答应下来 镜香这才小声告诉大雄 其实他从小的梦想就是当魔法师 像童话故事一样可以施展各种魔法 帮助有困难的人 一定会很开心吧 大雄也觉得这是个很棒的梦想 于是他决定帮镜香实现愿望 但是蓝胖子却说 根本就没有让人变成魔法师的道具 你总是这样冒冒失事的 都没考虑好就随便答应人家的要求 大雄听到这话还是没有放弃 他对镜香的一片吃心天地可见 镜香要是不能实现愿望 一定会很失望吧 蓝胖子也没办法了 只能硬着头皮答应 要是镜香遇到需要用魔法帮助的人的话 那我就借给他能帮上忙的道具吧 二十二世纪的高科技 怎么不算是一种赛博魔法呢 镜香得知此事 也提出了第一个请求 他需要一把飞天扫帚 这样才能骑着扫帚到处寻找需要帮助的人 蓝胖子问他 逐蜻蜓不行吗 镜香当然觉得不行 蓝胖子只能掏出了飞生物催眠喇叭 这是可以催眠飞生物的道具 只需要拿着喇叭对扫帚说 你是会飞天的扫帚 赶紧飞吧 这个扫帚竟然真的跳起来飞走了 原来扫帚也有急性子 可是镜香家的扫帚就这么不见踪影了 镜香只能去骑大雄家的扫帚 这下总算是像魔女一样飞了起来 可是扫把也是不是那么好骑的 镜香一下没控制好平衡就摔了下来 经过不断的尝试 镜香终于驾驭了飞天扫帚 然而他还没高兴两秒就差点一头撞上墙壁 还好镜香的运动神经很强大 顺利躲过了障碍 现在已经很像是一个小魔女了 那么问题来了 镜香要怎么知道谁需要帮助呢 蓝胖子又掏出来了助人帽 如果遇到有困难的人或者正在求助的人的话 助人帽就会变成雷达指出方向 现在装备也齐全了 就可以出发了 助人帽很快找到了第一个目标 需要帮助的竟然是大雄的妈妈 妈妈发现家里的扫把不见了 要求大雄和蓝胖子马上找回来 但是这个扫把现在已经变成镜香的做起了 还是镜香有办法 他竟然向蓝胖子借来催眠喇叭对着棒球棍说 你现在是扫把吗 这根棒球棍竟然变成了扫把 真的可以用来扫地 这个画面真是荒谬到有点好笑 可这么一直向蓝胖子借道具也很麻烦 蓝胖子直接把自己的次元口袋取下来给了镜香 这可是王者装备加持 镜香在空中飞了半天 屁股都痛了 这就是成为魔法少女的甜蜜代价吗 如果能给飞天扫帚安一个自行车坐子就好了 很快助人帽又找到了下一个目标 需要帮助的竟然是小夫和胖虎 镜香笑着表示 现在我是小魔女镜香了 遇到困难的时候就找我 我可以帮你们哦 胖虎尴尬地说 因为他俩刚才稍微做了点恶作剧 所以现在正在被妈妈追杀 请帮忙想想办法 逃脱妈妈的追捕吧 但是镜香可是是非分明的好魔女 这件事就是胖虎和小夫做错了 他才不会帮忙呢 然后镜香就直接飞走了 胖虎和小夫也被各自的妈妈抓住 就算喊破喉咙也不会有人来救他们的 后来镜香又找到了一个哭泣的小女孩 她因为妈妈把漂亮裙子洗了 无法参加朋友的生日聚会 镜香拿出换装相机 帮她换上了漂亮的小裙子 可是她家离朋友家太远了 坐车过去要一小时 现在已经来不及了 眼看小女孩又要哭了 镜香又用任意门把小女孩送到了朋友家 小女孩总算不哭了 镜香还真是个人美心善的小魔女啊 镜香感觉到了帮助他人的快乐 于是在外面忙了一整天 帮助了很多很多人 一直到了天黑才回来 镜香把装备全都还给蓝胖子和大熊 自己就回家去了 大熊戴上助人帽 也想体验一把帮助他人的感觉 但是他跑去求救的方向一看 这下求救的人竟然是镜香 他因为回家太晚被妈妈给关在门外了 哎 魔女也不是那么好当的呀 这下求救的人竟然是镜香